大家好 我是阿斯卡 欢迎收看不负责任风动漫 今天要开始解说奎南书的剧情 小时候和我一样把奎南书念成奎南殿的 请在底下留言加一 奎南书是一间具有300多年历史的学校 采严格的斯巴达军事教育的方式来训练学生 故事刚开始是本作的主角见陶太郎入学 教官集合了所有的一号生开始驯话 正当陶太郎要入列的时候 有一个人伸出脚来拦住他 这个人就是刚开始的男二腹肩原刺 两人本来有点不对盘 是后来经历一些事件才变成好吗 不过漫画里并没有这段陶太郎刚入学的设定 他从一开始就已经是男熟的笔头 自然也没有跟附坚针锋相对的剧情 由于今天是本校一号生新生的入学室 所以特地邀请署长上台致辞 我们恭迎署长 靠腰啊 这家伙看起来就是一副警告威的样子 完蛋了 今天的致辞可能会露露灯 让之后 是 我是藍鼠的一號聲 崧瑋 你早上在廁所唱了這首歌麻煩再唱一次喔 是 教官啊 您真識貨 這是Michael Jackson的歌啊 Just be it Be it No one want to be the feeling 比你的頭啦 竟敢唱敵人的歌 因為都是我們的敵人 你不知道啊 經過一天辛苦的鍛鍊後 晚上回到宿舍的食堂 本來以為可以好好的吃頓飯 結果晚餐都是一堆不是人吃的東西 就連射尖的狗吃的都比他們好啊 就近時 肚子餓得咕嚕咕嚕叫 根本睡不著 於是 傅健就提議五人組偷跑出去校外吃東西 但男主劍陶太郎卻認為 肚子餓也是一種修煉 不願意同往 傅健嘲笑了一下劍陶太郎沒走 隨即帶領其他人準備翻牆出去 但卻不小心驚動了校內的警犬 結果只有傅健跟田澤成功翻牆出去 崧瑋跟村山則被警備犬活呆 由於劍陶太郎跟他們是同寢士 也一起連坐被教官們修理 跑到街上的傅健跟田澤 找了間拉麵店準備飽餐一頓 沒想到門簾一拉開 裡面坐的全是教官 回去之後就被難熟精神注入棒 橫打了一百下的屁股 滿腔怒火的傅健 覺得一定是陶太郎料杯啊 於是把他找出來單挑 陶太郎當然不可能多做解釋 兩人就來了一場男子漢的幹架 就在雙方你來我往打到精疲力盡時 崧瑋跟村山才跑來道歉 說他們因為受不了教官的毒打 才會出賣傅健 這跟陶太郎無關 經過這次事件後 傅健終於認同見陶太郎 兩人才真正變成肝膽相照的好麻吉 在上部影片我們有說過 南俗有一堆整死人不償命的東西 叫南俗名物 在剛開始的宿舍五人族裡 有一個叫村山的 因為他的體能比較差 常常被教官盯上 有一天教官又在刁難村山時 陶太郎出來制止 教官決定公報私仇 對大家來個南俗名產直進行軍 直進行軍的規則就是 先決定一個方向之後 就舉著南俗其制開始行軍 報告教官 前面有名房 已經無法再繼續前進了 我們是不是要肉露啊 你們的耳朵有問題是嗎 我說過了只能直直的往前走 原來所謂的直進行軍 就是不管前面有什麼阻礙 都要想盡辦法把障礙清除 一直往前走 就算有名家正在辦喪事 也要踩著阿公的屍體 一步一步的往前 咩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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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咩 遇到水溝就要涉水而過 遇到電線桿也要先爬上去再爬下來 走到一棟建築物時 教官突然下令要陶太郎 自己一個人拿著錘子前進 其他的學生則從旁邊繞過去 陶太郎破壞牆壁之後才發現 原來這裡是黑道極惡組的辦公室 馬上就被一群黑道混混給圍住 但是這種小喽喽怎麼可能會是男組的對手 三兩下就被陶太郎給解決掉 一旁的教官見陷害失敗 氣得火冒三丈 但其他的學生則因為這件事更加的士氣高漲 把直進行軍發揮到淋漓盡致 完全沒有一絲的疲憊 不過來到一棟破屋子前 教官卻突然下令停止 今天的直進行軍到此結束 原地解散啦 教官為什麼要結束啊 蛤 是爸爸 死鬼 你今天怎麼這麼早回來 該不會是被學校開除啦 原來是教官家 嘿嘿嘿嘿 前進吧各位 在上級直進行軍遭到箭桃太郎 團滅的極餓族老大終於回來 這是怎麼回事啊 到底是哪個堂口這麼大膽 敢來我們極餓族鬧事 壽爺 是男俗一個叫箭桃太郎的傢伙看的啊 可惡啊 馬上把各路的兄弟都叫回來 你老爸 殺雞焉用牛刀 交給我極小鹿秀馬呂來處理就好了 我一定會踏平南俗的 隔天秀馬呂帶著幾個手下來到南俗 教官們本來還怒氣沖沖地想來教訓這個小鬼 不過見到他的保鏢本領之後 馬上就慫了 趕緊帶他們到署長室 但署長的台詞永遠只有那一句 我知道了啦 你到底要說幾次啊 我是極小鹿秀馬呂 我是極小鹿秀馬呂 你繼續在那邊給我裝傻沒關係啊 我只要按下這個按鈕 馬上就會有幾千個人過來包圍住南俗 你最好乖乖地把箭桃太郎交出來給我 等等等等 只是要找一個學生而已 不用勞動署長大駕 說完這些機車的教官就將人帶進校園 還製作主張的說要用南俗名物油風呂來賠罪 所謂的油風呂又名地獄州 是江戶時代用來拷問犯人的一種刑罰 現在大鍋子裡放滿了油 油上面用竹葉載著一根蠟燭之後開始加熱 要是身體耐不住高溫而左右晃動 讓蠟燭掉進油中 裡面的人瞬間就會變成火球 因為作者這時還沒想到明明書房的這個梗 所以油風呂並沒有收錄在其中 鬼鬍子叫劍桃太郎接受油風呂以示謝罪 這時傅姦卻自願代替桃太郎進入鍋中 漫畫是傅姦看不下去自己站得出來 而動畫則是多了一段劇情 前晚大家因為晚餐都是一些炒跟青菜之類的東西而吃不飽 田澤跟松韋半夜就偷偷跑進廚房偷罐頭 被教官逮到之後因為沒有人承認 倒楣的劍桃太郎又被抓去當替死鬼 這次是被關進了南俗名物之一的玉鬼房 房裡吊著200公斤重的天花板 必須一直靠著力量支撐才不會被壓死 這裡其實是為了帶出日後的虎丸所作的伏筆 沒想到劍桃太郎才支撐了一碗就快不行了 傅姦才跳出來幫桃太郎接受油風呂 而傅姦在南俗角色的設定雖然不是什麼武功高手 但他的體力跟耐力絕對是南俗裡最強的 總之就是血牛一隻怎麼打都打不死 最後也憑著他的根性撐到蠟燭的火熄滅 吉小鹿秀馬呂不甘心又找了他的叔叔前來 他的叔叔是個一流的劍道高手 跟劍桃太郎來了一場爭劍的勝負 敗在桃太郎手下後也對南俗讚譽有加 這時突然有一個黑道小落地來找秀馬呂 說幫派因為其他黑道的偷襲 再加上被警察圍剿 已經全滅了 老大也被抓去關 叔叔聽完一刀將秀馬呂的頭髮剃掉 希望他留在南俗鍛鍊 隨後便帶人離去 嘿嘿大家好 我是吉小鹿秀馬呂 南俗應該不會欺負弱者吧 嘿嘿 請多多關照啊 看回事啊 我現在就來關照關照 我給他找到天皇地牢啊 好戲啊 這個單元的起因是在某個假日 南俗的俗身在六本木閒逛的時候 突然看到鬼鬍子教官在路上搭訕一個妹子 妹子還以為鬼鬍子是來搶劫的 把錢包交給他之後就一直喊救命 後來妹子的男朋友出現 是一個黑人老外的 老外狠狠地教訓了鬼鬍子一頓 教官請問你的手是怎麼回事啊 這是昨天不小心撞到卡車造成的 看什麼撞到卡車 沒想到他居然還能活著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啊 隨後眾人把昨天鬼鬍子在路上搭訕妹子 結果被黑人老外揍的事情告訴淘太郎 注意今晚放學後 全體一號生參加肅清六本木風紀的行動 現在的年輕女孩子真是太不像話了 只會哈羊場跟羊鬼子私混 這麼重要的事 男鼠不能做事不管啊 哼 說來說去 原來是要我們去替他報仇啊 當晚鬼鬍子率領男鼠的一號生 來到六本木一家迪斯克餐廳 在裡面找到昨天揍他的那個黑人 我田哲一號生出臉 是 我是田哲一號生 你是男鼠你英文最好的 我任命你為翻譯 馬上就給我警告那個黑鬼子叫他別得意忘形啊 专命 包在我田哲身上 喂喂喂 I'm a boy 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真不愧是田哲啊 英文這麼好啊 哇靠 很好啊田哲 你已經把他給嚇住了 再多罵他一點 Hamburger Colight Chicken I'm sorry Shut up 黑人火大一拳打了過去 結果這群又打中鬼鬍子 你們在發什麼呆啊 富家你還不快過來幫忙啊 報告教官 我最怕外國人跟警察了 我看你們這群萬安不義的傢伙 怎麼辦啊 逃 要過去幫忙嗎 自己惹出來的麻煩 還是靠自己解決吧 這才是男子漢 原來你們都知道啦 隔天鬼鬍子果然還是趁機公報絲綢 加倍地磨練這些一號生 只有秀馬呂因為其他教官派他去六本木 幫忙買老媽的生日禮物才沒有被操到 但是教官也只給他一千日元 就要他買高級的化妝品 秀馬呂無奈 但也只得接受 來到六本木的一間百貨公司 突然看到昨天的黑人正在搭訕一個貴姐 隨便幾句英文就把貴姐迷得暈頭轉向 秀馬呂更在後面偷看 才發現這些老外其實是會說日文的 從他們的對話中得知 他們也是很瞧不起這些哈揚長的女人 隨便幾句話就可以把他們騙上床 覺得日本男人真沒用 這裡果然是老外的天堂啊 秀馬呂聽不下去上前攔助老外 要他們道歉並把買東西的錢還給貴姐 不過下場當然是被這些老外痛揍一頓 原來這老外是一個惡名昭彰的拳擊手 名叫喬治 秀馬呂拖著傷痕累累的身體回到南俗 見淘汰狼等人知道真相後也按賣不住 眾人一起來到舞廳找喬治 淘汰狼首先是露了一首恰恰爆局拳 恰恰 蛤 接著桃太朗用了一口超流利的英文跟喬治對話 今晚喬治是什麼拳王照樣不是桃太朗的對手 兩三下就被他打爆在地 請等一下 我叫杨子 是一个女大学生 你愿意跟我交往吗 你实在是一个 无可救药的大学生啊 在上个单元吃过亏的鬼胡子 还没学到教训 这次他找了田泽松伟秀马驴 组成南俗风济肃清委员会 跑到一间名为乐享大学的学校 来推销东西 我们是特地来解救你们这些 醉生梦死的大学生的 你们虽然接受高等教育 但忘记求学才是本分 只知道追求享乐跟流行 最严重的是竟然从养到 去穿西式的内裤啊 如此下去日本的未来要怎么办啊 现在我们为各位带来 日本男儿的标志 男俗兜党布 一条只要500块 穿上它 你就可以成为男人中的男人啊 这种年代还推销兜党布 当然没有人理会 于是教官就下令 软的不行来硬的 用拳头逼迫这些大学生来买 喂 我想买一条 怎么卖啊 哎呀 这位大哥 您果然是货 男俗兜党布一条500 两条1200啊 我一万块给你不用找啦 好大的胆子啊 竟然敢跑到人家的地盘来杀野 我看你们别想回去啊 随后鬼胡子跟三个学生 就被对方的不良少年 揍了一顿后绑了起来 好时不时他们的老大 以前又刚好跟署长有过过节 头上被姜田岛揍了一个拳引到现在还没消 这下终于有机会好好的报仇 喂 模式模式 是男署署长吗 还领个学校的救官跟三名学生现在在我手里 想到他们回去就拿一百万的署金来赔吧 少一块钱他们的性命就会不保啊 我自己的魁蓝署真好笑啊 喂 你听清楚了没 要是没拿一百万来的话 说完署长的大赏门 直接让对方的话筒爆炸 教官们本来想出动男署署贞前去救人 署长却说他想亲自出马 接着打开男署一间秘密仓库的大所 而在敌人阵营这边 每人都开开心心地等待署长拿一百万来赎人 只有鬼胡子教官一听到署长亲自出马 瞪大了眼睛 要這群人馬上放了他們 不然會大禍臨頭 這時大地突然一陣劇烈的晃動 一台戰車直接破牆而入 戰車裡的竟然是身穿日本武士盔甲的署長 這個舉動當然也把警察吸引過來 喂喂喂 你們怎麼可以把戰車開進來學校 快說清楚 這戰車是從哪裡來的 警察大人就是他 趕快把他抓起來 咔 請你們讓開好不好 妨礙到我們拍電影了 哦 原來是在拍電影啊 哎呀 難怪在大白天還開著坦克呢 真是服了他 不愧是我們的署長 不曉得你們拍的電影名稱是什麼 青春一條龍 好啦 你們也不要在這邊妨礙人家拍攝了 離開離開 哇 可惡啊 真是兩個笨警察 接著江田島下令開砲 結果因為隔了四十多年沒用 砲管早就生鏽 但也把這群壞蛋嚇出一身冷汗 哦 在這麼緊張的場面還插入搞笑 哦 這個編劇實在太棒了 果然是一部很用心拍的電影啊 接著壞人們發起了總攻擊 但全被江田島一個人給幹掉 隨後又開戰車把人家的學校給撞了亂七八糟 哦 拜託 哦 救命啊 這不是在拍電影啊 嘿 這個演員的演技哦 是裡面最差的啦 哎呀 最後就在江田島一陣亂搞之後 戰車朝著夕陽的方向開走 哦 最後的這幕真是令人感動 這部電影一定會敗住啊 三名學生最後也被淘太郎等人救走 只留下鬼胡子教官一人 以上就是奎南俗前五話的內容 接下來還有哪些變態的訓練 請繼續收看不負責任風動漫 每週一的奎南俗時間 我們下期再見 下期再見